五個區現任你的祖夢記得 庫林安排上當的堂圍 如果在前面邀請一位由德國來的學生 帶小孩實施的德國 還有學生時代不在眾的立場 也來跟小朋友提檢子 面對這位德國來的坐坐馬里 小孩看起來都有一些興奮 在大哥哥幫忙擔領翻譯之下 小孩拿出外交與德國有關的問題 也在德國學生的說明下 大家對德國有更新的實施 這是德國的標誌 色彩色、紅色、藍色 全是銀色 你也要不想的 但主要是藍色 他剛剛說 他剛剛說這是國的國旗 分別是黑色、紅色跟 這通常是黃色對不對 不過官方上面的說法是這種顏色叫做金色 現任你的祖夢記得 在五年車裡面的學生 來增加小孩的國際觀 連過去學生時代 白地獎的立場鑽國榮 也來跟小朋友提檢子 想說把這個民俗運動 就是我們小時候的同樣這個部分 把這個同樣的 以前我們的兒童的樂趣 把這個部分傳遞 在整個新生裡的 給新生裡的小朋友們 讓他們也給以前我們的 童年時光 然後大家 所有的小朋友非常高興 雖然祖夢記得是完全免費的確定 但是主辦單位相當認真幾位 還請來他跟媽媽幫忙做點心 讓小朋友有湯吃、有湯喝 每天都很開心 新生讚!新生讚!新生讚! 新生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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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ός